我们第二个飞移体育项目呢 我想起各位老师应该很熟悉 大家有没有打过陀螺 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做 我们那个北京话叫杆 完了弄一个轴层里面的滚珠 把那头镶在上面 完了上面在涂上颜色 然后呢做一小鞭子 完了抽 然后就自己先转进来 把这开始 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打陀螺 它是我们民运会上的一个项目 而且在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特别受欢迎 我们话不多说 先请出我们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欢迎二位 两位好 好 老师好 陀螺运动员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呢是来自拉户族的王一 老师好 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哈尼族的李松林 两位呢都是云南民族大学的学生 而且在上一届的民运会 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双打赛 和团体赛的前三强 所以是特别厉害的 好厉害 双打 这还两人玩 对 所以我们先请两位运动员 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吗 好的 这边是吧 好 我们看到侧边这位同学 她叫防守方 我们旁边的这位女生 她是进攻方 攻守两方 是的 比如说那个防守方在这个第二点旋转一个陀螺 那进攻方就击打这个陀螺 根据她的击打效果来最后进行同分 哦 攻方打到了 他打到了他得分 同时他继续转 继续转 是的 哦 厉害了 他俩也可以当对手 也可以当组合 哦 哦 哇 好帅啊 还带一个 还带一个留守 好帅 院长一定要试一下 啊 我觉得院长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他刚才在吹箱的环节 没有证明自己 没有证明自己 我是打放还是 您必须攻方 攻方 攻方 那边同胞注意了啊 那边同胞注意了啊 对面的小心点 一 一 二 好 直升拐的 好像哪里不对 一 二 好像哪里不对 哪里又对了 对 没有想象的简单 看着容易 做起来难 看着我觉得也不容易 不容易 是吗 对啊 我要来试一下 你试一下吧 好 龙阳老师 先出左脚是吧 千万别打自己啊 好 一 二 三 走 走 好 打得了 得分了 拍到了吗 同志们 拍到了 拍到了 还站着呢 特别厉害 漂亮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但是这个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就是看上去嘛 就觉得观赏性很强 也很刺激 但其实这个真的要上一手去练 发现也绝非一日之功啊 那可过 那人家专业搞这个不对 你练两天 你练两下就会了 那怎么行呢 对 但关键是 我就是练了两晚 练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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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它有很多种陀螺的品种和特色 所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机宗陀螺的省级传承人 沙映祖老师 有请 好喜庆 欢迎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来自宜南省 临江市双江自治兴 沙老师 沙老师 各种各样的陀螺 这就是机宗陀螺 这是机宗陀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尺寸不一样 我们这个机宗陀螺是因为它像机宗菌 所以是我们云南特别鲜美的一种医生菌 对 很像机宗菌 所以就叫机宗陀螺 沙老师 这个是这个朝下还是 这个朝下 这样的 您说这个朝下 是的 对 这个朝下 但是这有粉朱 这这么长的 它最厉害的地方它会飞 还有功夫的 这个朝下 这样的 太帅了 就像一个机宗陀螺活过来 他先把 几乎要扔到地下了 他才带着 抛 抛 还会飞 厉害 他难就难 再怎么接 和怎么抛 这是表演项目 他可以接好几种的 齐名可以接 后面可以接 这次要用嘴接 要用牙齿接 飞起来了 成功了 真厉害 成功 太棒了 沙老师 太棒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沙老师 你好厉害 好厉害 你来 我们牙齿打颤 其实这个陀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玩具 但是陀螺也在随着不同的时代在演变 是 比如我们故宫伯宴就收藏了一个纵画 叫白子西春图 就是在不大的车页上画了一百个小朋友 这一百个小朋友呢 他分了二十二个组 玩各自的游戏玩具 其中有一组就是 陀螺 那到清代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现在这样的陀螺了 而且就是考古发现世界上很多遗迹当中都出土过 陀螺 这应该说是记录下了人类的童年 童年 对 我们一代一代人 陀螺可能在变 但是玩陀螺时的那种快乐的心情 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样的 对 这些传统的古代体育项目 其实是长期以来人们从生产生活技能和生存的活动中产生出了 那么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两项运动恰好 就是这类体育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那么今天它变成了我们能够广泛参与的一个竞技体育运动 吹枪吹尽民运会 陀螺打出快乐情